哈喽 大家好 我是寻情者叶子怡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城市观星指南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目标呢 就是人造卫星 当然啦 这颗卫星可不一般 没错 这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空间站 那今天的21点33分呢 我们国家的中国空间站 将会从北京过境 怎么样来去查询它的实时轨迹图呢 有一个叫做Heavens Above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也有自己手机的APP 那下载了之后呢 就可以来去查询这些人造天体 它的轨迹 然后它的这个时间 如果你使用的不是安卓手机 可以在微信里面搜寻天文通这个小程序 点击进入这个中国空间站入口 那么从此呢 除了中国空间站以外 你还可以查询国际空间站 它的一个相关信息 然后在这里都可以查询到了 我们点开就可以看到它的过境时间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人造卫星的时间呢 是在黎明和傍晚 那如果你知道你想看的人造卫星天体的编号呢 也可以在Heavens Above这个网站和APP里面去查询 然后它会给到这个人造天体它的轨道信息 然后还有你今天晚上所在的地理位置 能不能看到它等一系列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信息来去追踪什么时间出地影 然后以及什么时间进地影 那进地影它就看不到了 什么叫地影啊 地球的影子嘛 它跟瓢虫不一样 因为瓢虫它会自主的闪光 所以呢只要是它闪光的时间 我们看到它无论是不是进地球的影子里都无所谓 但是像空间站或者是大部分的人造卫星这种 它不能自主发光 它主要反射的是太阳的光 那所以呢它只要是一进地影 就看不到它的反光了 所以它出地影的那段时间 如果正好过进你的城市 你就可以看到它 其实最方便的拍这种人造卫星过境的是用手机 因为手机它有一个星轨功能 如果你不用五块门线的话 如果你用很多相机自带的 它中间都有一秒的间隔 这样的过境就是像摩斯电码一样 横杆空格 但是你用手机的话 就可以夸一下拍上一条直线 而且可以立即出锁 所以现在手机拍星空真的非常的方便 就只要是安卓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一般是在更多里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时光漫门 这里有一个绚丽星轨 然后把它固定在一个 有手机支架的三脚架上面就可以了 这里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画幅 倒计时 今天的最高的角度是要到七十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 知道了一些关键信息 比如说你查看它的星图 它会从视女座的上面穿过去 然后最后落在天鹅座 所以你找到几颗关键的亮星 就可以大致确定它从什么时候开始 反射太阳的光 然后之后它会进地球的影子里 我们就看不到它了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空间站过去 今天正好是宇航员出舱的这个日期 我们可以跟它say hi 想起那首歌 Starman 以上就是这期城市关心指南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期待下一期 我们不见不散 哇 好痒 哇 我这一条胳膊已经被咬了五个包了 所以夏天的时候大家在城市里看 谢谢一定要先背着屈蚊一点 哇 这蚊子是真的太厉害 我感觉我现在被咬的已经有点像那个水果世家 就是一个一个鼓包那种的 我现在摸到我今天已经被咬了五个包 就是这一只哥哥 鼓鼓囊囊的